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 追忆似水年华 第一部分 我是本节课的主讲老师 沐寻 好 那咱们今天呢 也是带领着大家完成这个稿子的一个主线稿部分 主线稿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诗文拓展 诗文拓展呢 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啊 是毛泽东的庆元春长沙 那也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第一篇这个语文课文就是背的这首诗啊 还是非常熟悉的 那咱们的这个课件标题 咱们本期案例的这个标题也是 采用第二首的一个开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首先我们在这个名家欣赏方面 给大家带来了两张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大胆的猜一猜 这两张画是咱们中国的绘画 还是别的地方的 这个作者呢 是葛世北斋 葛世北斋他受咱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山海经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他的画中啊 天南地北 山水渔虫 人寿妖魔 无所不包括其内啊 小葵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啊 还有风吉草进同学 没错 这是一位日本画家 可能同学们对这位画家呢 非常熟悉 也有可能呢 是因为他这四个字是不是啊 四个字的一般都是日本人对吗 好的 那其实 这个日本绘画呢 还是在某一个程度上 跟咱们中国的渊源还是非常深的啊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两张作品 这个葛世北斋呢 他在这个人物的动态 视觉语言上的探索 对电影 这一新的艺术形式 这一形式的一个出现吧 属于功不可没的一个地位啊 所以说他的艺术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画面左右两张 这个人物的一个造型也好 包括这个服饰 当然会有很浓重的 日本画和服的一种 这个画面氛围 更多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造型也好 还是从这个人物的一个线条上也好 能够感受到 是不是跟我们中国唐朝时期 还是非常像的 对吧 那包括这个葛世北斋 也是被誉为影响 从古至今影响世界 一百位伟人中的 唯一的一位画家 就是这位东方的 葛世北斋先生啊 那这个 那我们说到这个东方的艺术啊 说到这个日本画跟中国画的一个传承 那有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讲这个张大千 张大千有一次 有机会去西班牙 去拜访这个毕加索 他来到这个毕加索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一个这个 立体派的一个画家 那他非常惊讶 他发现了这个毕加索的画室上面啊 密密麻麻挂满了大量的中国水墨画 都是一些荷叶啊 一些这个画的水墨的大雁啊 仙刻啊 松树啊 梅枝 蓝叶啊 非常多 那几乎是两百多幅啊 挂在了他的画室之中 当然他这些作品呢 全部都是齐白石的啊 罗小葵说的非常好 就是齐白石的作品 这些作品呢 全部都是仿品 高仿的作品 不是齐白石的原画 那这个张大千就觉得很好奇 哎 为什么 这个 这个一个西方的一个 他是 他应该是墨西哥的一位 西班牙的画家 是吧 这个毕加索是西班牙的画家啊 他为什么会 就是对咱中国画 悟得这么深啊 毕加索当时 就让他看 看一下 你看看我的这个画面啊 你看看我画的这个中国画 画的怎么样 拿了一摞啊 让他去看 结果呢 这个张大千就非常直率的说 哎 不不不 你你画画不大行 是吧 你并不会使用我们中国的毛笔 这个墨色的浓淡啊 根本就没有分出来 那中国画呢 其实就是用毛笔 沾墨 依靠这个毛笔中 含水的多少 来控制这个线条的深浅变化 从而形成 焦末 浓末 淡末 重末 轻末 五个颜色啊 五个墨色 那当时 这个毕加索啊 听得一愣愣的 是吧 那当时就要求啊 您能不能给我写上几个字啊 张大千当场就写下了张大千三个大字 那这三个字啊 比例苍尽雄厚 墨色 深浅有致 就从这个书法上 这个墨色一个变化 这个气韵胸动啊 非常好看 他就直接惊呆了啊 那我真不明白 就问这个张大千 那我真是不明白 那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呢 张大千以为啊 以为这个当时随从的这个翻译 是翻译的错了 对吧 就像咱们现在 咱们中国跟美国 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会议 对吧 咱们的那个 呃 女翻译官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他以为这个翻译 翻译错了 就请这个毕加索先生 再说一遍 他说不要说法国没有艺术 整个西方 他都没有艺术啊 张大千当时就非常谦虚 以为他在奉承他 就说 哎那您太客气了 是吧 毕加索当时就感觉非常激动 他说配在这个世界上 谈艺术的 第一是你们中国人 其次呢 是日本人 那这个日本艺术 又源于中国 那第三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非洲黑人 虽然他这个经济不行 但是人家的艺术 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 是非常厉害的啊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白种人 是根本没有艺术的 他全部都是在 模仿 当然他模仿哪里 咱就不说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世界 大家要知道 地球是圆的 那世界也是圆的 咱们也无需 再去纠结 咱们学习中国话 为什么要去学习西方的一些素描素写 其实呢 总而言之 还是为了发展罢了 对吧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中国话里 更多的是以线性素描去呈现 把这个线性素描 把素描去掉 以线去塑造 这个人物的一个关系 那是不是我们之前 给大家介绍的 由吴道子 那个时候传出来的 这个白苗作品呢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今天的 一副巨制 巨制作品 新中国的成立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线性素描 跟中国话的关系 我们之前一直在给大家 给大家讨论啊 这个素描 跟中国话的一个 跟中国艺术的一个渊源和发展 那从徐蒋体系 徐悲鸿 蒋兆和 把这个素描 引入到咱们中国 并且呢 跟中国人物化 结合起来 发扬光大 包括到现在 还有一大批 受到这个 素描跟中国中西结合的 一批影响的一些艺术家 包括这些 包括一些很 对这个 在咱们当今艺术 艺术 在咱们当今艺术话谈中吧 还有一些学术的 一些这个领域里面 比较活跃的一批人 一批艺术家 他们都是受 西方素描素写 影响非常大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张作品 那这张作品呢 老师特意的去找了 前面站满人的 这张作品 来给大家去看 之所以这样呢 是因为 这样可以有一个参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旁边的这个人 再看一下墙上的这个画 那刚才老师为什么说 这张画是叫红篇巨制呢 那这张画 它的长是1700厘米 它的宽是480厘米 又长又高 非常宏大 这张画是画在纸本上的 画在孰宣纸上的 那包括这个画面的这个纸 也是这个特意找工厂 独家定作的这张纸 那这个纸 这张画呢 是创作于2015年 这个作品啊 它整体 刚才老师说了 高4.8米 对不对 宽17米 它连上画框 就是装表完 连上画框 这个画一共是重达一吨 一吨 它也是这个迄今未止 最大的一幅 中国工笔重彩作品 中国工笔重彩作品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的作者呢 是唐永利先生 他的一个标题 叫做新中国的诞生 现在这张作品 是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机会去北京 去看展览的同学 或者是呢 家就在北京的同学 比较有福利 对不对 一定要去看一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是需要提前预约 应该是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张作品的一个全貌 这张作品 是画在一个纸面上的 注意 画在一个纸面上 这张画 创作的一个周期呢 一共是三年半 三年半就画了 这一张作品啊 那从构思开始到构图 再到更好的塑造 这63位开国委员的 精神气质和整体形象 唐永利先生呢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在辗转于各种书店 图片社 档案库 翻阅这些收集 这些这个文献图片和资料啊 那有的同学就会说啊 那老师 他们这些人的照片什么呢 他们都会有吗 包括这些人的形象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一般这个人物的面部 哎 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他们的身高几乎差不多 对吧 他们的身高几乎差不多 肯定有高有矮 对吧 那为什么 把他们的是个身材 身高塑造的这么差不多呢 也是为了一个画面的 一个构图关系啊 也是为了画面的一个构图关系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 这个小画笔一块走一下啊 看一下 从左往右 哎 有的高 哎 稍微低了 然后再高起来 再低 再高起来 再低 然后再高起来 再低 再高起来 当然 有高有低 但他整体上还是呈现一个 偏直的一个线条 对不对 整体上还是呈现一个偏直的线条啊 画面中 大家仔细看一下 有大量的竖线 能够感受到吗 画面中大量的竖线 人物站立的竖线 还有呢 这个用黄色的啊 人物是站立的一根一根的竖线 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个柱子的竖线 以及后面这个门框的一个竖线 全部都是竖线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量的直线和竖线的一个对比关系 包括前面这个栏杆也是一些竖线 横线呢 除了体现在这些人 这些人物之上 还有啊 体现在前面的这些栏杆之上 包括他们的这个衣服的下摆 看到了吗 哎 断断断续续的啊 参差不齐的有这些画面 以及后面整个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 这个门廊啊 也是这个位置 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毛主席是C位啊 肯定的啊 他绝对是C位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关于这张作品呢 除了让大家了解这个画面的一个形式语言 了解到画面的横线和竖线 在这个画面上的一个位置和排布之外 先去讲一下他的一个 嗯 在创作之前的小故事 07年的时候啊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工程开始启动 那关于这些所有的一些这个混画题材呢 都被很多人 哎 领走了 对吧 被很多人去领走了 那我画这个 我画去画那个 对吧 唯独这个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这个体材 一直无人敢去 敢去暴选啊 没有人敢去领 那当时没有人敢领的话 那这个中央美院就只能把他 就委派到每一个学校了啊 中央美院当时就接到了这个 这个体材的一个任务 当时他就找到了汤永利先生 直接委派给他 希望汤永利能够完成这个 这一类体材的一个作品 其实面对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呢 汤永利先生内心是拒绝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始 汤永利先生一开始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实在是因为这个任务太难了 他必须要考虑啊 那当时呢 也是经过非常激烈的一个思想斗争 再加上当时学校啊 以及这个中央的一个组委会的强烈期望 最后汤永利先生还是硬着头皮 将这项任务接受下来了 他当时犹豫不决的这个原因 犹豫不决是有原因的 注意汤永利先生呢 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工笔化的 教员师的老师啊 非常厉害 是一个教授 可以带博士生的 非常厉害 但是他为什么拒绝这张作品呢 因为在这张作品之前 有一个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的一个开国大典 这个作品是著名画家 董西文先生完成的 那包括当时的那张 董西文画的那张开国大典呢 那张作品就受到了毛泽东 徐悲鸿 包括这个建筑家 非常有名的啊 也是这个 林徽因的老公 梁思成先生啊 受到这些人的高度赞扬 当时被印制到这个课本之中 印制成画色 全国发行 包括到现在 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董西文的 这个开国大典 仍然是经典佳作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幅作品 所以就因为有这么厉害的作品 在这里顶着 唐龙利先生再去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 就感觉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要做到突破和创新 但是呢 又不能就是太过于超越这个局限 画这种体材类的作品啊 首先他去表现这63位人 要表现出来63个不同的人物面貌 对吧 这是唐龙利先生 他在去画这张画的时候 虽然这个画高达4.8 宽达17米啊 但是唐龙利先生 基本上全部都是拿着小笔去画出来的 他在去调一些颜色也好 画面上也是用了一些矿物质颜色 但是呢这些矿物质颜色 还是属于比较少的一个部分的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不停的 唐龙利先生就是在不停的染 然后擦洗 然后再染 然后再擦洗的一个过程中去染化的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 包括他笔中画的这个小白鸽 和平鸽对不对 他毛笔下面的这个和平鸽 还有周围这个和平鸽 比起来是不是感觉颜色淡淡的 暗戴下去 但是他旁边已经画好的就特别亮 他这是用太白 也就有的时候是用咱们这个颜料中的太白 有的时候呢会用到这个 咱们矿物质颜料中的隔粉 隔粉白去提染 隔粉这个颜色呢 它是这个贝壳炎成的粉质颜料 这个颜料虽然有的时候你感觉画的很薄 但是等它干透了之后特别亮 就真的非常亮 不太好把握啊 好这是这个唐黎先生 为了这张新中国的诞生创作的人物手稿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在人物旁边 这些密密麻麻的字 对不对 那不管是这个周恩来 周总理旁边 还是这个朱德 他旁边全部都是 还有刘少奇旁边对吧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记录着这个人的一个 形貌特征 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故事啊 当然他画每一个人都要带着不同的感情去描述他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唐永利先生 他这个心思是多么细腻啊 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周恩来先生到后来 他这个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这个胳膊有一个是不太 不太这个能自由活动了啊 两个胳膊里面有一个是坏的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 嗯 唐永利呢 他在去画这张作品的时候 这两个胳膊的一个处理 你能够感受到啊 明显是处理的不一样的 对不对 包括呢 我记得小时候在我爷爷家看过一个图片 他在去 这个 毛泽东在去 接见他们的时候 好像是 周恩来当时就是 一个胳膊拳着 一个胳膊往外伸手啊 他因为是有一个胳膊 是不能伸直了 这么细微的一个问题 也被这个 汤永利先生把他表现到画面之中 好 那我们对应着看一下咱们这张作品的 新中国的诞生的C位 也就是这个毛泽东 毛主席 那这个人物的一个塑造 大家看到 左边跟右边 也依然是密密麻麻的 这个文字表述啊 寄件 这个作品呢 他还是用了很多的线条 这个线条 他不同于 这个汤永利先生呢 不同于别的一些人物的一个塑造啊 他把这个人物塑造上面 线面 整个人物身上的线条 直线特别多 看到吧 直线特别多 把它应用到这个色彩之上 除了当然人物的一个面部颜色呀 包括这个衣服的一个高低 薄厚 全部都是在他的一个素描基底之上呈现的 但是我们在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一定要理解 这个环境 背景 跟人物的一个主体关系 这一张需要大家主要去观察的 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体前方 大家看一下 人物的头部在这一块 耳朵跟肩膀 老师用红色一个边框 去框化出来的啊 这一块边缘 人物的肩膀跟背景 它中间始终留一条白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画的一些别的作品啊 也会有这样的白边 还有这样的亮亮的边去出现 也是为了区分人物跟背景的一个关系 让人物跟背景更好的融合到一块去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我们把它给用颜色直接平图刷过去 然后整体的颜色粘到一块去 这样呢就会感觉画面的一个层次感很强 它反而呢是这种刻意的去给它区分出来 那我们再对应着看一下这个 其余的一些人物手稿 这一张呢非常好玩 好玩到哪里呢 就看一下这些人物的一个造型 整个人物中间这个很明显 人物的一个脸型 是不是 骗丝鸟形居多 骗丝鸟形居多 几乎是一个鸭蛋脸 那再看一下旁边这位 旁边这位呢 他画的这位委员 整个人物的一个脸 脸部的一个造型 上面额头 镊骨跟这个人物的一个下颌 几乎是一个平宽的 看到吧 从上往下 人物的脸很长 但是呢 他的一个宽窄几乎是一样的 那再看一下后面这一位 你会发现 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 还有呢 这个不同的人物神情 他都是表达的非常细腻的 能够感受到这个唐永利先生的一个造型 还有这个笔墨语言还是非常棒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是新中国的诞生 当然这张作品是一个 他的一个局部 这也是他这个局部 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衣服的颜色 也是有浓淡浓淡的一个层次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背景中这块 背景中 他除了这些线条起到竖线的作用 有没有同学发现 背景上面这些门 以及这些花廊 对吧 小木 小木廊 旁边中间的小点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点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是金的颜色啊 他之前是留白 但是他后来听了某一位这个老师的一个建议 就觉得这个红色跟金色搭配起来会更加沉稳 这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中性色 它不发冷 也不发暖 它跟暖的在一块 它就发暖 它跟冷的在一块 它就发冷 它自己本身是没有特别强的一个这个冷暖属性的 于是呢 它就用了咱们这个经常会用到的樱花的这个金色 金粉 直接用这个颜色去画到这个后面的一些缝隙中 在整个画面之中 运用到点和线的一个色块运用 好 那我们刚才留意到这个唐永利先生画的那张作品 对不对 那他那张作品呢 也是经过了三年多的一个匠心经营的啊 嗯 他那张作品就是唐永利的这张新中国的诞生 也是作为国家重大历史体材美术创作工程 他结像的时候呢 是在09年完成的 那12年 大家在12年的时候 那张作品当时就是被国家给收走了 对不对 那12年的时候呢 这个唐永利先生 当时售到这个国家博物馆 也就是咱们给大家刚才展示的那一幅啊 要得到他这个特邀创作啊 你要再画一张 对吧 找那个人原来再去画一张 那他当时呢 又经过三年 三年多的这个日夜的苦心创作 又完成了第二幅新中国的诞生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张作品 按理说 他已经有底稿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已经画过一遍了 什么颜色啊 什么效果啊 基本上自己心里面都有谱了 为什么画第二遍的时候 还用了三年呢 这也说明了 这个唐永利先生 他去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依然是在不停地考虑 人物的位置关系 还有穿插以及呼应 反复斟酌 反复斟酌啊 不仅是他的草稿 还有他的一个色彩稿 包括最后的一个成稿还原 他也是几经一稿啊 也是非常费心的 他也是经过了非常细心 细致的一个考量之后 最终真实而充满诗意的 还原了当时的开国大典 那天的历史经济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作品 这两张作品呢 是这个 唐永利先生的线性素描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他的创作啊 就是以这个新中国的诞生为例 那这两张作品 这两张作品呢 是他的线性素描 他对于物体的一个观察方法 包括对于这个物体的一个归纳方法 是非常厉害的 大家能够感受到 这个人物的一个造型是非常概括 通过这个人物造型 大家是不是忽然间想到了一个人 是不是原物 对吧 这个人 看一下 人物的一个面部 直线和弧线的一个对比关系 等一下啊 直线和弧线 看一下 就是这种大量的直线和弧线的一个位置对比 耳朵直线和弧线 人物的鼻子直线和弧线 包括这个人物的一个眼眶 它也都是这个直线和弧线的一个位置关系 那我们通过这些作品 那再看一下他这个画面的一个布局 也是有的地方画的非常密实 非常细致 相对而言 他的头发就寥寥几笔 就概括过来了 那对应着再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嘴巴 人物作为五官 他重点要突出来的不是五官 而是五官其中的眼睛和眉头 还有这种非常虔诚的一种祈求的感觉 再看一下他下面 这个手的一个塑造 所以说在这个画面之中 人物的眼睛眉眼 还有他的手是表现的重点 那也希望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 去画一些这个素描 线性素描 或者是画一些这个国画学生的时候 也能抓住你要表现的那个重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 这张呢 是他画的一些人物创作 我们通过前面这个老太太的一个 这种音容笑貌 这种大笑的一个表情 它对应着后面的这些人物塑造 这个呢其实也是说的画面的一个虚和实的一个对比关系 前面相对来说 人物的这个塑造是非常实在的 对不对 刻画的非常细致 那再看一下后面 后面这块呢 树立的啊 这就是一些人物的腿 还有人物的脚 以及人物下半身 相对而言 后面这一部分跟前面比 它就相对来说会虚一点点啊 这也是一个对比关系 好 那我们反过来再看一下这块 第二章 第二章是一个小孩 骑着他的老爷爷 对吧 骑着他的老爷 骑在爷爷的这个脖子上 那很多小一点的小朋友呢 都会有这种经历啊 那对应着这个人物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不同 他这个颜色 他在去上色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他在去上这个画面的调子 可能有的同学画过素描啊 可能也知道 这个素描里边有调子 把这个人物的光影关系表达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唐勇利先生 他就画这些光影 在画这些调子的时候 他不是按照他本身的一个光影结构去画的 而是按照他自己的一个高低起伏 他本身的一个结构点去塑造的 包括这个头发呀 以及背景的一些色块 他在画素描稿的时候 就已经把画面的一个黑白关系 还有这种疏密节奏已经拉开了啊 包括他在去起形的时候 画面的一个感觉还是非常整的 后面整体上是一个偏平的线 从上往下来 哎又是感觉非常奇的一个线条 看到吧 画面中充斥着大量的一个直线 那同学们 你们在去画创造的时候 画面需要这些直线 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些 哎 弧度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弧度线条 看一下 哎 没有那么大的弧度线条 好 这是这个唐永利先生的素描 线性素描 还有他的创作 以及线性人物的创作 那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呢 是画在一个正方形的宣纸上的啊 当然这个宣纸 大家在去画的时候 可以放大一点 也可以缩小一点 但是不建议再缩小了 咱们这个尺寸呢 已经不算很大了啊 四尺八材 是一个小方块 那同学们 自己画的时候可以 如果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材质的话 就直接用四尺对材啊 对着一材 材成一个小方块 六十八乘以六十八 直接上手画就行啊 好 那老师先切换一下镜头 看一下 老师切换了一下镜头 能够看清老师双手的同学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啊 我再来看一下 上面一些同学问题 有同学说老师今天用卡纸好画吗 当然用卡纸当然好画啊 卡纸跟升圈纸差不多 但是呢 一上色的话 可能这个卡纸就不如宣纸好看了 这个卡纸很容易就把这个颜色画得太灰了 出来不了那么多层次变化啊 有同学说老师 小葵问道 老师这个耳朵的这个画法是固定的吗 耳朵的画法肯定不是固定的 但是耳朵的结构基本上都是长的这个结构 有二轮 内耳轮 还有耳平 以及三小区 还有耳垂共同组成 那有的人耳朵大 耳朵垂小 那都不一样啊 还要结合具体的一个模特 小姚灵同学说老师这个三庭五眼 我还是定不好 定不好的话 小姚灵同学就跟着老师啊 咱们马上就要开始画这个人物的造型了啊 三庭五眼再去理解一遍 人物 电脑为何登不上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问一下咱们的学管老师 绿音红女童说老师为什么也有知名人士 就比如这个陈丹青说到素描就毁了中国话 其实每个人去给大家说一个这个 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也是带有他自己的一些感情色彩 对不对 那如果你能知道这一点 那你再去听任何人的一个讲解的时候 包括听我的讲解的时候 都要知道 我在去讲解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是代表了我现阶段的一个水平 还有我对这个事物的一个理解 对吧 所以说重点还是在你啊 你认为这个东西对你有益处 你就可以多多练习 你认为没有益处的话 老师建议你可以了解一下 对吧 鸟语花香同学说 老师还是建议 老师多教一些这个绘画方法 好没问题 我看到没有同学给老师回复啊 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老师现在已经把镜头切过来了啊 已经把镜头切过来了 能听到老师声音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2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2啊 我看到同学没有同学给老师回复 好的好的好的 回1回2都可以啊 只要能听见就行 如何确定肩的一个比例 那肩膀要跟这个人物的一个头部去对比啊 要去对比 敏华珠同学问道 老师定人物的头部是从发际线定好 还是从头发边缘处定好 好 那老师就通过案例解决 华珠同学的这个问题 好的 那咱们直接开始画啊 首先呢 咱准备一个小红毛啊 首先准备一个小红毛 毛笔 占一点点这个淡墨色啊 笔尖的一个墨色不需要特别重啊 笔尖墨色不需要特别重 甘笔淡墨对不对 依然是甘笔淡墨啊 咱们今天这个案例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当然在上课的过程中 老师也会给大家穿插一些这个 人物的一些形体啊结构的一个比例点啊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人物的一个头部的最高点 头部最高点 看一下老师直接用吸水纸 把多余的这个水分给吸掉了啊 不要有太多 太过多余的一些水分 首先定一下这个人物头部的一个最高点 头部最高点在画面的一个竖中线这一块啊 在画面的一个竖中线这一块 数中线距离上边线大概一指的一个距离 看到了吗 几乎在到这个指的一个边缘了啊 距离上边线大概是一指 稍微找一个一指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我们再对应着找出人物的一个下巴的位置啊 下巴的位置 都是用的勾线比没有问题啊 可以用 建议还是用稍微大一点的对不对 先用一用啊 把控号水分再慢慢的换大 也可以由小到大过渡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人物头部的最高点在画面竖中线的一个 距离上边线大概一个手指的位置 那人物头部的这个最低点呢 在第三行格子中啊 第三行格子中 整个格子稍微偏下一点点的啊 偏下一点点的位置 从左往右来 哎 大致是站到下面线 二分之一稍微的再小一点点 二分之一如果在这的话 再稍微小一点点啊 注意好它的比例 好 找完这个点之后啊 注意哦 咱们现在找了两个比较重的点啊 大家应该能看清 上下这是人物头的长度 也就它的一个高度 那现在我们去找人物头的一个宽度 我们刚才说了 人物一般情况下 头长 就是它的一个高度会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那左边最左边的点 正好在这个格子线 横分线和竖分线都是第一根的一个交叉点 哎 从这个地方找一个点 最右边这个线呢 距离边缘线大致是两个手指的位置 看一下 距离右侧竖分线大概两个手指的一个位置 找一个小点 找一个小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大致的去框化出来 这个人物啊 他头发的一个位置线 那我们现在起行 是不是先从这个人物头部的外轮廓去画的 对不对 华珠同学 那你问到的人物的一个发际线 是吧 从上往下来 大致从上面这个头部最高点 距离第一个横分线 中间一半 从上往下 这个点大致是一半 这个地方全是头发 这个地方再往下 就是一个人物的额头了 那刚才这个一半这个线条呢 找的就是人物的发际线这块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人物的这个头发 属于中间比较厚 两边比较窄 那我们先把他这个外轮廓先给他找出来 用干笔啊 墨色稍淡一点点 不要特别重 从下往上 整个人物的一个头 还有干笔 淡墨 墨色不需要特别重哦 把整个人物的一个头形找出来 对应着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一个发际线 发际线在整体的人物头顶到这个中分点 看一下他的一个中分点 咱们今天用的纸张是四尺八材的 是一个正方形 好 那我们对应着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 整个人物的发际线我们找到了啊 从 第一个 第一行的一个横分线上 他的一半啊 就在这里 从左往右来 然后由上往下 大家看一下 左边的一个头发 有同学问老师 这个左边的头发大致有多宽呢 你看一下啊 他这个头发的一个最下缘 是不是正好到这个 呃整体的第二行格子啊 大致是一半稍微靠上一点点 对不对 一半稍微靠上一点 当然右侧会稍微高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右侧呢 他这个地方耳朵露出来的比较多一点点啊 左侧低右侧高 好 那我们把握好这个比例和这个节奏了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 这个高低位置 左侧 他这个头发 距离变现大致是一个手指 啊 那右侧呢 也是一个手指 好 那我们先去找好这个线条 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边缘线 上面是一个偏向于平的一个线条 就像一个小桥一样啊 两边低上 最中间高 看一下 只看下面这条线啊 上面那条线是画错的 只看这个下面的这个线 那我们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一个比例结构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物的一个面部 面部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弧度线条 对吧 咱们已经找到了下法了 小女孩的下法一般这个弧度感是比较强一些 从左往右来 我们可以从下往上推 也可以从上往下推 大致的给他找出来 人物的一个位置关系 在这个横分线稍微靠上一点点 是他的一个耳朵对吧 由上往下来 大致的用干笔淡墨 给他脸部啊 找出来一根线条 耳朵的一个轮廓线 不要画的特别宽 在这个头发稍微往里一点点 好 那咱们现在找到这个小鹅蛋脸啊 小鹅蛋脸 对没错啊 如果你是四尺整四尺对材的 就是你是68乘以68 那老师现在用的这个案例值呢 是34乘以34 那你就可以这个 在这个比例上稍微的再大一倍了啊 稍微等一下啊 老师把这个文字复制一下 过来 诶 没辣 好吧 就这样嘛 34乘以34 我先去加个文字 我看文这个尺寸的还挺多的啊 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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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afasifat ser 去法子 接下来 井坒 土 叔寿 哎 放这边吧 就放这边吧 最左边 好 可以直接画啊 没有问题 你直接画就按照这个比例来就行啊 如果你是直接来 你是直接画的话 你是不是也是得找它的位置啊 你是不是得看老师的案例 距离上面大致有那么多宽呢 直接得用眼睛去看一下 其实呢 这样是更好的啊 这样呢 更能够锻炼你的这个眼跟手的一个位置关系 好的 咱们把这个人物的一个面部的轮廓线啊 基本上是一个偏向于小鸭蛋脸的一个轮廓线 找到之后 咱们把这个小轮廓线 干笔弹幕 对不对 大致找到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人物的头 颈尖啊 再去找它的一个脖子了 脖子的一个轮廓线从哪里找 在这个下巴的一个位置线 面部的一个轮廓点 注意 先看一下左侧 左侧整个小格子的二分之一 找一个小点儿 然后从下往上去相连 看一下整体的人物肩膀 老师师傅给大家说过 整个人物的一个脖子啊 越靠近这个人物的一个头颅这块呢 是越细的 反而越靠近肩膀这块是越宽的 你可以摸一摸啊 所以我这块呢会有一个由细到粗的一个变化 整个脖子的一个轮廓线由细到粗 大致的交代一下啊 那右侧的一个轮廓线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直接被这个右手的 直接被它的一个右手给遮挡住了啊 我们看一下左侧 左侧整个人物的一个肩膀点 全部都在第三行格子中 由上往下来 稍微的比这个脖近处啊 稍微高一些 稍微比脖近处高一些 由上往下来 哎 收到画面之外 这是左侧的肩膀线 那我们再看一下右侧的肩膀线 右侧的肩膀线呢 是在这个 它的一个下巴的一个起平点 从下巴开始 哎 稍微偏右啊 下巴稍微偏右来 注意 两个肩膀点 左边高 右边低啊 左边高 右边低 那中间脸部旁边 有一个手部进行遮挡啊 就有一个手进行遮挡 我们再去画这个手的时候 也是这个 等我们把这个人物的一个面部画完 再去画这个手 现在咱们先把这个基本的人物的头进肩关系 交代清楚啊 人物的头进肩关系 交代清楚 人物的头 还有呢 它的一个身体部分 左肩高 右肩低啊 把握好这个比例 然后我们再去 老师呢 用一个铅笔啊 老师用一个铅笔 从上往下来 找好人物面部的一个树中线 人物面部的树中线 也就是人物脸的 这根线人物面部是一个正面的脸 左右是对称的 凡是对三挺无眼 还有人物造型略有疑惑的同学 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 他这个比例是怎么找的啊 从上往下来 树分线画面的一个树中线 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整个人物的一个树中线呢 稍微往左挪一点点 挪多少 老师把手放在这 半个手指头啊 半个手指头 从上往下来 来一条垂直的一个树线 基本上跟人物的一个面部啊 这个树中线是一个 位置和比例 由上往下来 老师画的稍微重一点点啊 找好这个画面的一个树中线 距离树分线是半个手指头的一个比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人物啊 整个人物面部的横分线啊 从左往右去找 从左往右去找 我们先用这个小毛笔 给大家比试一下 人物的一个面部横分线 大致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它面部的一个横分线位置啊 注意咱们画的是一个少女啊 她眼睛呢 也几乎是到了人物面部的 二分之一的一个比例和状态了啊 几乎是到了二分之一的比例和状态了 稍微往上一提 从左往右来 就在这个画面的二分之一处啊 就在二分之一处 找一个小点 从左往右 一般成年人的话 眼睛是不是就在这条线上 哎怎么我感觉有点歪了 是不是啊 左边稍微高一点点啊 好这是人物的一个面部的十字线 看一下啊 面部的十字线 从左往右来 面部十字线 我们现在先去定一下这个人物的一个面部的五官 哎 眼睛的位置 咱们找完头进肩啊 头脖子肩膀 找完这几个点之后 就只上来直接去找五官 由大到小 依次的去带着大家去刻画啊 人物的一个五官 我们首先呢 是从眼睛开始啊 眼睛开始 我们再去画眼睛的时候啊 毛笔中的墨色呢 不需要特别重 毛笔中的墨色不需要特别重啊 稍淡一些 先去找一下人物的一个内眼角 那我们再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先去定一下他的内眼角 内眼角距离这个竖分线 也就是面部的竖分线 整个人物面部竖分线 一个手指 那右侧是一个手指 左侧呢 也是一个手指啊 内眼角 稍微找一个小点啊 淡墨色找一个小点 然后 在这个横分线 稍微靠下点的位置啊 距离 它面部竖分线 一个手指的一个距离 左侧也是一个手指的距离 都在这个面部啊 横分线 稍微靠下一点点 它这个五官还是略微 比成年人来说会集中一点点 对吧 那他眼睛是比较大的啊 好 整个人物的这个眼尾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眼尾是比较高的啊 稍微感觉略微带着一点点 高调点的意思 对吧 高调点的意思啊 眼睛比较大 眼头在横分线之下 那眼尾呢 哎 眼尾的一个位置呢 在横分线上 眼尾在横分线上 从眼头到眼尾 两个手指的一个距离 看一下 从眼头到眼尾 老师把它并切 两个手指的一个距离 这也是正好切合了 两眼之间的距离 正好是一个眼睛的宽度啊 左侧也是一样 两个手指的宽度 在横分线上 去找下他的眼尾 内眼角低 外眼角高 在此结构基础之上 我们确定下 这个人物的一个 眼睛的轮廓线 由上往下来 看一下 这个小孩 这小姑娘 她眼睛是很饱满的啊 右侧的眼睛造型饱满一点 眼头略微的让它包裹一点点 这是右侧的眼睛 右侧的眼睛 眼睛的外形 那由此画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侧 左侧的眼尾高 眼角低 跟这个右边的眼睛一样的啊 你从眼头开始画也行 从眼尾开始画也行啊 对我基本上都是从中间 找到它一个高点 然后左边往下 右边呢往后 也是往下 找到最高点 好 这是眼睛的一个轮廓线啊 注意这是眼睛的轮廓线 找到这个眼睛的轮廓线之后 看一下两个眼睛的一个距离 对不对 两个眼睛的一个距离啊 我都指歪了啊 两个眼睛的一个距离是 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宽度啊 然后呢 由此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眼球 眼球它在中间稍微偏左一点点 中间稍微偏左一些 燕南飞 南飞燕 同学你好 看一下这个左侧 左侧也是一样啊 要把这个眼睛的一个位置画对了啊 像不像把他两个眼睛往中间看 稍微有点逗眼了是不是 那虽然很调皮 但是不符合一般情况下 这个人物的神态啊 好 后来这个人物的这个眼球啊 在中间稍微偏左一些 找到这个人物的眼球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双眼皮 双眼皮的结构呢 是距离眼头稍微近一些 距离眼尾啊 稍微宽一点点啊 从中间开始 从眼头开始都行 从眼头开始也行 从中间开始也行 来 有眼头 哎 这个墨色 这个墨色 墨色不要太重啊 有眼头往眼尾处 眼头近 眼尾宽 那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下眼简 也是一样的 下眼简它也是有厚度的啊 这块颜色不要太特别重 下眼简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些结构啊 主要是在靠近眼头的地方 来 眼尾处 稍微的戴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中间不要让它相连啊 一连呢 反而显得这个眼睛特别死啊 不要把它处理的特别 这个死板 然后对应着这个眼睛 眼头和眼尾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侧 左侧的一个眼头 眼头的部分 画它的双眼皮对不对 由上往下 眼头离得近 眼尾离得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我们对应着这个人物的眼皮啊 下眼简也是有厚度的 眼尾处再找出来这个线条那个厚度 好 找完这个结构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人物中间啊 整个人物中间啊 有同学说老师 这个眼睛中间那不就是山根吗 对吧山根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找了一个树分线 对不对 面部树分线 这个树分线距离边缘线 距离这个画面的一个树中线 整个纸张的树中线 大致是半个手指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往左挪半个手指 把这个淡墨色的一个山根 稍微的表现出来 中间是凹陷的 所以这个线条是有一个 弧度体现的出来 画完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物的鼻子 鼻子的点呢 是对应到这个人物的眉眼的话 它就应该归属为它的一个中庭 对吧 人物的一个中庭 有没有发现老师现在上来 没有给你画三庭啊 反而是从眼睛开始扣画 找人物的五眼 人物的五眼呢 大家在去学习的时候啊 一定要理解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人物的一个面部 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啊 这个人物脸的宽度就是这五个眼睛的一个宽窄比例和大小 对不对 但是从左往右啊 但是呢 但凡这个人的一个头稍微发生一点点扭转 或者稍微扭一点点啊 或者是倾斜一些 它这个脸的大小啊 宽窄都会发生变化啊 那你再去量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他那个眼睛去量他的脸部了 一定要去对比好了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当这个人物的脸部发生扭转 他眼睛也会发生变化 对吧 眼睛稍微有一些透视 就不会这么大 不会这么长 只有正面的时候 眼睛才能看到这么长 稍微有一点点侧转的时候 它没有这么长的时候 你在依照已经变了形的眼睛 去量他的脸部比例 那你肯定是量不准的啊 所以说三庭 在对应到人物比例上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三庭 我们讲的是人物脸的一个长度 从发际线到眉底 从眉底到鼻底 从鼻底到下巴 这是人物的上中下三庭 但是我们对应到每一个模特 一定要对应的去分析 并不是每一个人物的三庭 它都是一样的 对吧 一个说想品的一个艺术家叫冯龚先生 你看他的一个下巴 是吧 他的下巴就没有那么长 那我们再用去 再去用这个人物固定的一个三庭五眼 一比一的一个比例 去量他的下庭 你画冯龚先生 你肯定是画不准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整个人物的这个鼻子 就他的一个 这个中庭跟下庭的一个比例 中庭跟下庭的一个比例 然后我们看一下 整个鼻子 在这条数分线上 对不对 鼻头在这条数分线上 从左往右来 从左往右来 整个小鼻头是这种圆圆的一个小造型 整个小鼻头是这种圆圆的小造型 看一下 就像一个小燕子一样 从左往右来 就像一个小燕子一样 把这个小鼻头画出来 就在这个数分线上 看一下 就在这个数分线上 他的一个高低位置 是在画面的一个横分线 在整个画面的一个横分线 南飞燕同学问道 老师这个人物啊 两眼间的一个距离 会不会跟脸的位置变化 而变化肯定会 对不对 好 当我们找完这个鼻头的一个位置啊 鼻头的一个位置 找完鼻头 鼻底呢 就是这个画面的一个横分线 然后由左由右 看一下他的内眼角 内眼角的一个位置 由上往下来 内眼角对应着他的一个鼻翼的一个最宽处 是不是 把这个小鼻头给他包裹住 包裹住他的鼻翼啊 左侧对应着内眼角 右侧呢 对应着右侧的内眼角 看一下这两个这个小鼻子 两个小鼻子 小鼻翼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们把这个鼻子 几乎也就是两眼的一个 就是一个眼睛的一个宽度啊 就两眼之间的距离 对吧 找完这个人物 鼻子的宽度 我们再对应着往下走呢 从鼻底到这个下巴这一块 就是他的一个下停 对吧 那他下停下停分成一半 下停的一个距离分成一半 稍微再多一点点 看一下 下停一半再多一点点 基本上就是一半啊 下面就是整个下巴的位置 从这个横分线开始往上 就他的一个嘴巴 整个人物的一个小嘴唇 嘴唇上半部分带一个M型 对吧 跟这个鼻头是呼应的啊 鼻头的一个线条 跟这个鼻头是呼应的 小M型 鼻子跟这个人物的嘴巴距离 大概是一个小指尖的一个宽度啊 一个小指尖的宽度 找好这个嘴巴的厚度 整个嘴巴的厚度 是一个手指的这个宽度 相对这个鼻子跟嘴巴中间的距离来说 这个嘴巴的宽度是比较大的啊 找完这个距离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嘴角 嘴角 左右两边的嘴角 这个人物啊 他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所以左右嘴角相对来说 会稍微高一些 几乎跟上面的这个小M风 唇风 是一个齐平的 先找到两个小末点 左右 都是在鼻翼稍微往外一点点啊 嘴巴跟鼻子比起来 这个嘴巴是稍微宽一点的啊 嘴巴是稍微宽一点的 找到这两个小点 然后我们连接中间的一个结构线 整个人物的嘴唇很明显 它是比较符合上唇比较薄 而非常薄啊 非常薄 下唇呢很厚 很圆润的感觉 先去连接它的一个位置线条 看一下这个嘴唇 先去找中间的这个 唇珠啊 唇珠 最凸起来的结构 然后呢 由左往右 再去连接它这个唇缝线 这条线一出来 你即使不画上唇和下唇 你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人物他在微笑 对吧 他是很明显的一个微笑的感觉 这个嘴巴的一个位置线条 如果大家现在找这个嘴巴的位置 稍微有些困难的话啊 看一下 从鼻尖到这个嘴巴的一个中分线 也就是一个指 一个手指的宽度啊 一个手指的宽度 找完这个宽度之后 我们再对应着去找出这个嘴唇的厚度 上唇稍薄一点点 对吧 上唇稍薄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去画下唇 下唇感觉是非常饱满的 由上往下来 整个人物的下唇是很饱满的 好 那我们画到这个程度呢 还不能结束啊 因为我们现在只画到了这个两个嘴巴 是吧 两个嘴唇 现在是很明显的一个 几乎是一比三的一个比例 对不对 那嘴唇下唇 基本上 他就是再厚 也不可能厚得这么狠 稍微的给他分隔开 就是嘴巴的一个唇缝线 这个人物呢 是一个微笑的一个嘴巴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唇缝线的 而且是这个就是小口缝啊 嘴巴的一个口缝 上嘴唇跟下嘴唇中间的一个小距离 把这个距离表现出来 才能把他这个微笑的感觉画出来 好 那咱们现在呢 画的是人物的这个下庭部分 从鼻底到下吧 对不对 那咱们刚才从下巴开始往上推 下巴 嘴巴 然后从鼻底到眉底 是人物的一个面部的中庭 这个基本上这个人物的中庭 就把这个五官的一个位置比例 差不多都确定了 整个眉毛距离 他的一个眼睛呢 是距离眼皮啊 距离眼皮正好是一个手指的宽度啊 也就是从鼻尖到这个嘴唇 从鼻尖到这个嘴巴那个唇缝线 也就是一个手指的宽度 由下往上 先去画右边也行 先画左边也行 从眼头 注意 从眼头 正对着眼头稍微偏后一点点啊 从眼头稍微偏后一点点 看 画眉毛的时候依然是这种分组 由外往里 一组一组 一根一根的表现出来 这个眉毛呢 基本上是一个偏向于齐平的啊 偏向于齐平的 大家画这个眉毛的时候 也不要画特别长 基本上稍微的 这个眉尾 稍微的往外带出来一点就可以了 也不要画特别长 那反过来再看一下这个左侧 左侧 从眼皮到这个眉毛的距离啊 一个手指 那看一下左侧 也是从眉头往后一点点开始啊 眉毛和眼睛的距离 一个手指的高度 从眉头 看一下老师的用笔啊 从下往上 看逆风 逆着风去画啊 把这个眉头的一个结构 先交代明白 把这一组一组的 先交代清楚 然后呢 往后再去刻画 就非常好了 就非常清晰了 对不对 同学的人物课是哪一期呢 发现有一个来串门的啊 从人物的眉毛 那么下顿笔 哎 小姚灵同学 问道啊 呃 说 老师 我照着其他的这个人啊 照着其他这个人物画 就是怎么去定这个三挺五眼呢 照着其他的人物画 但凡你去临摹也好 或者是这个 当然写生定算啊 写生定算 你去临摹 或者是跟着老师画案例 或者是自己在课下 看到好看的图片 照片去画的话 都可以用到咱们 在上课的时候 教的这个方法 还有呢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同学说到 老师离开老师 我就不会画三挺五眼了 那我问你 你离开老师 你会不会找面部的一个 横中线和竖中线 你只要找到这两根线 你就完全没有问题 能够找到这个人物的三挺五眼 知道吧 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呢 同学有的在课下 在课下叫什么来着 课下写生 会画一些图片 有的同学发给老师看一下 老师你看我画的这个写生 怎么怎么样 他有的就是画的很好啊 就是比例上会有一点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他自己也会在课下打格子 建议同学呢 可以先打格子 打着格子 通过格子呢 慢慢的画 对不对 打格子呢 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 有一个叫什么小程序 叫九宫阁 好像是 好像叫九宫阁啊 看一下啊 从眉头到眉尾 这个眉毛呢 也别画的特别长 对吧 眉毛太长了 也不太好看啊 也不太好看 显得这个人 有点凶 整个眉毛啊 不要画的特别长 找好它的位置之后啊 眉头在眼头正上 稍微偏厚一点点 眉尾呢 在眼尾正上 稍微偏外一些 就可以了啊 不用对应的特别长 特别长的啊 那反而不好看 注意 所有的这个眉毛的造型啊 都是这个眉尾的墨色重 线条细 眉头的这个线条粗 哎 这个眉毛的造型也粗 然后眉毛 这个眉毛的墨色浅啊 它就有个变化的 好 那咱们现在呢 找好了这个人物的 无关了啊 找好了这个人物的眉眼鼻口 那对应着它的一个比例 用一个淡一点的墨色 咱们把这个人物的一个面部轮廓线啊 面部轮廓线 那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我们还没画耳朵呢 对吧 还没画耳朵呢 从左边开始啊 从左边开始啊 从左边开始 找到这个结构线 找到这个结构线 怎么找呢 距离数分线啊 看一下距离这个数分线 画面的第一行数分线 距离左边 一个手指的距离 如果同学不知道怎么找 你就去看一下这个头发 头发的边缘线 就从这个边缘线开始往里搜 从边缘线开始往里搜 整个人物的一个面部轮廓线 有同学说老师我画的不是微笑的 那你肯定是你这个嘴角没有高 没有比这个嘴巴的唇缝线高啊 注意把握好 嘴巴的一个嘴角 你可以再稍微高一点点啊 从上往下来 右侧 同学们注意了 左侧呢 这个面部轮廓 现在稍微找一下 右侧是不是之前 一直有一个淡淡的墨线 在这里摆着 对吧 那咱们就不用再进行这个勾画了啊 因为呢 这个右侧呢 它被手略微遮挡住了 人物的下颌骨 跟它的一个下巴中间这块 略微的往里凹陷一点啊 往下收 收到这个面部输中线 可以了 走到这地方就可以了啊 因为再往前是它的一个袖子了 不要做无用功 然后整个人物的左边 从最高点在它的眉毛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有头发 是不是 那最低点在哪里 在它这个鼻底 稍微偏上一点点 这是它的耳朵 基本上人物的耳朵 它再复杂 它也是个什么样的造型 咱们现在就抛去耳朵 抛去这个人物的头发 给它画耳朵 上面宽 下面窄 对不对 这是整个人物的耳朵的造型 有同学说了 说我这个下巴的凹陷 我总是掌握不好 对吧 总是掌握不好 注意啊 它的这个凹陷 都是对应而来的 对应而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这个凹陷 不要让它凹得特别狠 你要从这条线上 它稍微的往里弯一点点 也可以了 稍微往里弯一点点 人物的一个面颊 尤其是这个女性 还有小孩 脸上的这个弧线 比较多 你就是相当于这个弧线 稍微往里凹陷那么一点点 然后再下来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饱满 凡是这个弧线 轮廓线 这个把握不是太好的同学 这个凹陷把握不好的同学 都是这个弧度啊 变化有点太大的 整个人物的轮廓线呢 就是上面宽 下面窄 整体的轮廓线 跟它骨骼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基本上啊 基本上情况下 人物的镊骨这块 稍微的往外突出一些 人物镊骨往里凹陷 但是呢 它被头发折挡着 对不对 那咱们从眼尾开始 从眼尾往下 就到它颧骨了 是一个往外骨的一个结构 然后再往下 到它下颌 下颌脚 对吧 确定这个人物的脸型 是方脸啊 国字脸啊 还是甲字脸 油字脸 对不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吧 就是下颌骨 稍微宽一点点 一般情况下 会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对应的再往前 就到它的下巴上 这个骨骼了 那中间略微往里凹陷一些 一些些就可以了啊 不要画一个小锥子脸 不好看啊 当然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对不对 我认为不好看啊 好 这是左侧的这个耳朵 耳朵跟这个人物的这个脸 它中间有个小分割线 就是它的一个耳平 对吧 稍微往上一点点 它的一个耳朵的里边的造型 那右侧呢 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右侧呢 右侧 先不着急话 因为右侧 它对应着是这个人物的 它这个 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一个手 对应着这个人物手 好 那我们稍微的往上提一提 稍微往上提一提 我们看一下 稍微来缩小一下画面啊 看得完整一点 好 从这个眉毛开始 差不多啊 从眉毛开始 我们看一下 整个人物下巴这一块 有没有发现 下巴 右侧下巴 被这个右边的手 所遮挡住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先去画一下 这个人物的一个手部结构 看一下它的一个手 跟这个胳膊的一个衔接 整体面部 由上往下 右边 这有墨点吧 这右边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左边呢 稍微低一些 是吧 左边稍微低一些 在竖中线稍微往左一些 整体的人物的一个 来条小线 来条小弧线 先用这个小弧度线条 把它把握住 整体右侧高 左侧低 然后呢 它下面是一个偏向于 齐平的一个小线条 大家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对比好 它的一个位置 一个是个 齐平的小线条 从上往下来 对吧 从上往下来 我们先去把它这个线条 画出来 稍微往下一点点 当然不要把它画得特别高 在这个距离横飞线 稍微快靠近的地方 由上往下 毛笔的墨色太少了 太干了 由上往下来 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一个袖口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小梯形 左边 窄 右边 稍微长一点 左边窄 右边长 然后好了 你找好这个结构线 找好这个结构线 那我们在对应着这个结构线 由上往下来 去找这个袖子就可以了 它这个袖子呢 分成了这个几部分 分成了几部分 由上往下来 先把它这个线条 给它分个开 距离这个变线 大概一个手指 看到吧 就是斜着一条线条 这个线条呢 分的就是前面的 这个小胳膊 前臂 然后对应着往后 又一个小倾线 倾线 它会有一些线条叠压 前臂啊 前臂的一个线条叠压 然后从这个袖口处开始 我们从袖口处开始 由上往下来 上面窄 下面宽 把这个人物的一个胳膊 给它表现出来 把人物的一个胳膊 表现出来 同样 有一条小弧线 穿过这个画面之中 有一条小弧线 穿过这个横竖 分隔点 然后呢 由左 由右 给它自然相连 这是人物的一个 这个胳膊的一个线条 胳膊跟肩膀的一个 分隔线条 好 那咱们现在找完 这三根线 再去找一下这个手 找完这三根线 再去找一下手 咱们所有的线条 都是有这个参考点的啊 去找手的时候 再去给大家放大一下 这个手的一个比例呢 通过人物的一个面部 还有他这个手的一个 手指动态 我们能够感觉出来 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三根手指啊 就是这三根手指 这三根手指 还是同样的一个姿态 那我们在去确定之前 先去找好这两个指尖 先去找手指的指尖 手指的指尖 整体上呢 它就是一个 倾斜的一个线条 对不对 倾斜的线条 最高点在这个耳垂啊 注意这个右侧的这个耳朵 耳轮这个地方 看了吗 在眼睛 在眼睛最下缘 眼皮 下眼皮这块 稍微往右 看一下 最低点 这个手的一个最高点 眼皮最低点 手就是它的一个最高点 由上往下来 是一个倾斜的线条 然后呢 整个手指弯弯的包裹着它的脸 手指弯弯的包裹着它脸 那在这个角度之内 我们去找它的一个手 不就对了吗 对不对 在这个角度之内去找它的手啊 在这个最外面边缘线呢 距离这个最右侧的一个树分线 它的位置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不是特别宽啊 比较窄 欢欢同学问道 老师 这个脸的树中线应该怎么分 脸的树中线应该怎么分 就是脸左右一半 如果你把这个人物 还没开始画呢 从耳朵 从左边的耳朵到右边的耳朵 整体把为十厘米的话 面部树分线 如果它是正式的啊 如果它是正中正对着咱的 那就给它 左边是五厘米 右边是五厘米 依照这个线条 就是脸的树中线 就是把它分成一半的线啊 好 在这个角度之内 我们看一下整个人物的手部啊 人物的手部 从上往下来 最上面的一个手指 是不是就在这个人物的这个脸颊这块啊 稍微找个小点 找一个小墨点 脸颊的一个小点 然后对应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手指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手指的点 有同学说老师 我这个不小心墨色化成中墨了 没事 你化成中墨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咱们最后呢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绿色的 可以用这个颜色给它遮挡住 没有问题 包括咱们这个衣服呢 后期呢 这个线条都是要再进行复钩的啊 改成中墨的还省得钩了 是吧 但是更要求你这个位置和比例了啊 第一根线条 第一个手指的点 第二个 注意 这两个手指是 它的无名指和中指是紧紧相贴的啊 紧紧相贴的 这个 这个宽的一个造型是三个手指的宽 看一下啊 老师倾斜着 放到这个人物的一个面颊右侧 整个手的宽度 就是从指尖到这个手指的关节 三个手指宽 三个手指宽 最高点从眼睛开始啊 从眼睛 右侧眼睛眼皮下缘线 交接一个点 对应着 稍微再往下一点点 对不对 那 它的一个中指贴着这个面颊的 跟脸的一个分隔线上 十字交合隔线 是吧 那它的手指呢 稍微再往下落一点点 它的一个 这个无名指 稍微再往下落一点点 整个人物的小拇指 小拇指很有意思啊 小拇指 距离它的一个鼻影 两个手指宽 距离它的眼睛 两个手指宽 找到一个小点 看一下 这个小点点啊 这个小点 它们都在一条斜线上 看 一 二 三 三个 这个手指线 我们现在 从前往后 依次从完整的这个手 开始出发 那 从完整的手指 哪个手指啊 是不是它的一个 小围指 对吧 小围指的一个线条 小围指的线条 注意 小围指在这个角度 是比较完整的 那能够看到三节 而且呢 还能看到手指跟手掌的一个衔接 我们从指尖开始去找这个线条 先去画这个手掌的一个纸背线 从前往后来 跟整个人物的一个面部啊 跟整个人物的一个面部 在这个 小方块形 也就是在这条线条的啊 这个线条的一半 距离面颊 稍微往右一点点 看到了吧 距离面颊 稍微往右一点点 由上往下 一个指尖 两个指尖 再往下 三个指尖 注意 尤其注意 第三个手指指关节的一个 收笔 收笔呢 是虚收 对应着这个比例呢 我们从指尖开始 那我们从指尖开始 指尖 指尖是稍微窄一点点的 对不对 指尖到这个指腹中间的一个距离 指尖最窄 由窄到宽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另外一个指尖 全部都是指腹线 就是这个手指肚啊 一根一根的这个手指肚 全部都是弧线 对吧 全部都是弧线啊 右上往下来 你会发现 越来越粗啊 把这个小拇指的一个造型化的 越来越粗 把这个线条把握住 然后有小拇指 到这个袖子上 就是手指跟手掌的一个分隔线啊 手指跟手掌的分隔线 好 那咱们这个小拇指就画出来了啊 这个小拇指的一个指尖呢 在这条线段的中间部位 然后整个手指指背关节 在这条横分线 也就这个距离啊 从它脸的一个斜线 到这个边缘处 大致是这个一半的一个距离 你找完它 就直接给它画出来它的指甲 就比较容易能够辨别它的一个造型 好 这个是这个小围纸的一个造型啊 小围纸的一个造型 然后画完小围纸 由细到宽 指尖窄 指根稍微宽一点 对应了它的一个比例呢 我们再看一下右边 右边呢 是它的一个无名手指 对吧 无名指 那找好它的一个指背线啊 找好它的指背线 由上往下来 那就到哪里收起来呢 是不是它的一个最低点 大致是在这个地方 手指的一个最低点 大致是在这个地方 那同样对应着往后走 那第三个手指 也是一次增高 看到了吧 一次增高 把这几个手指根 先找到 然后我们现在 从这个指尖开始 手指一共是三个指尖 由上往下来 中间只要有转折 必然是到了两个指尖的一个 两个指尖的一个转折处 看 一二三 那它对应到这个指背线上 可能没那么明显 但是到它到指负线上 就断延出来 一条一条的小弧线 由粗到细 由尖到宽 它的一个结构变化 咱们现在先画出来一个 最简略的一个结构造型 这是右侧的一个 这个无名指 那画到这个程度 可以在这个无名指上 看一下 手指叠压的时候 对 是先画指背线 先画指背线 我们包括把一些手指分隔开 正面的手也是先画指背线 然后再去画指负的 同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再去找出来它的指甲 一根两根 那对应着后面 后面那个反而好找 因为这个第三根手指 完全是被遮挡住了 露出那么一点点 从上往下来 中指呢 稍微的短一点点啊 你就依照着你刚才画的这个 无名指画就可以 唯独这个第一和第二节的一个关节处 稍微宽一点点 在这个比例上 整个手指的一个指尖 还有它的一个指甲的造型 好 那我们现在画了是这几个指关节啊 画了几个指关节 所以大家在画手指的时候啊 除了注意它这个手指 单个手指的一个粗细变化 还要确定 尤其是在侧面的时候 那正面的时候给大家去示范过 对不对 那每一个手指的指关节 它的一个高低位置会不同 所以当它发生这个结构扭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捧着脸 应该是这个角度 对不对 这个角度的话 那大家去看这个指关节的时候 你看了吗 这个位置是最低的 其次呢 高 这个结构点是更高的啊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构线 那体现到咱们这个案例上 这个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啊 稍微往外点啊 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它这个位置 关节 转折的一个位置高低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结构变化啊 当我们把右侧的这个手啊 手指都给它画完 再去画手指跟手掌 它的一个衔接线 注意 手掌一般是啊 稍微高于它的一个手指的 从上往下来 另外一个手指是不是 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它再有一些线条 它再有线条呢 全部都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手指跟手掌的一个结构线 好的 那咱们现在呢 画出来是这个模特的一个手部结构线啊 手部结构线 那我们把这个人物的一个手部画完 那对应着 最外面的遮挡的物体已经画完了 再去画它的面部的轮廓线 以及耳朵就非常简单 它的耳朵的位置跟左侧一样啊 在这个横分线稍微靠上一点 横分线稍微靠上一点点 大概是这里是不是 那找出来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再稍微往上一点点 上面宽一点 下面的让它窄一些 你别管它有没有头发所遮挡住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对不对 找完这两边这个小耳朵 那我们稍微的再去看一下它这个 衣服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衣服往上推 找一个稍微的大一点的毛笔啊 稍微大一点的毛笔 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毛笔 中的写意 中号写意 毛笔的笔尖占点墨枝啊 毛笔笔尖占点墨枝 这个墨色呢 也不需要特别的厚重啊 也不需要特别厚重 大概是中度墨色就可以了 中度墨色啊 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毛衣 我想画的颜色更浅一点 那就中度稍微浅一点啊 就笔尖是中度墨色就可以 好那我们从人物的手掌 往这个衣袖处开始出发 从手掌往衣袖处 看一下把这个墨色 一定要跟这个人物的手面部 给它区分开 由上往下来 来上一根线 然后呢把这个袖口啊 一分成两半 给它分成两半 后面线条呢 就像这个头发一样啊 一根一根的搭过去 这是它的一个 这个袖口的一个衣服造型 那整个人物的一个袖口 它也是有一个宽度的 对不对 它本身是一个圆的呀 大家把这个袖子挽起来 它会有一个偏圆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一个袖口 人物的一个袖口 搭在这个人物面部周围的这些线条 咱们都画完了 那从上往下来 整个人物的一个衣袖 由上往下 毛笔呢要稍微干一点点 毛笔中的这个水分不要特别多 先去画它的轮廓线 然后再去找它中间的一些线条 中间的线条 由上往下顺着它的一个生长方向 基本上都是右边 由右往左 由右上往左下角去转 这是一个毛衣的一个线条 比较粗犷的一个感觉 然后对应着这个人物的一个袖子 最前面这个袖口 往后转 这个线条不用画出去啊 稍微留一点点缝隙就可以了 好那咱们现在呢 再去缩小一下画面 再去缩小一下画面 那我们同样对应着这个人物的 它的一个左右肩膀点 左右肩膀点 我们先去画一下这个人物的一个领口啊 从左往右的一个领口 整个领口的一个墨色呢 也不需要特别重 对吧 从左往右来 领口高耸起来 搭在它的一个脖颈处 收在这个袖子底下 那右侧呢 肯定就是被这个手遮挡住了 对吧 而且呢 整个人物的这个领口线条啊 领口线条 咱们就是从这个数分线这块找的啊 从数分线这块开始找的 找完这个人物的领口线条 我们再去找一下这个领口的一个宽度 大致是两指的宽度啊 整个小领口两指宽 同样小领口也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一点点 把这个领口画出来 当我们对应着左右 把它这个领口的一个厚度找出来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小尖带啊 左右边去对应着找它的小尖带 咱们先去画衣服啊 左边的一个肩膀扣啊 从左边开始 右侧 左侧 最左边 它的一个肩膀扣呢 大致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位置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它的这个比例 就是在这个横分线上去找 就在画面的一个最下面的横分线上去找 然后先去给它找一下它那个外面的一个方形 它整体就是一个倾斜的一个小方形 然后把它里面的一个厚度感找出来 里面呢 适当的留出来一点点厚度 宽度啊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这个小扣子大概是两个手指多宽啊 一个手指的一个高度啊 对应着这个结构 看一下左侧 左侧呢 正好在这个手跟袖子一个分割线上 对吧 从左往右来 找好它的一个比例和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也是 注意左边低 右边呢 高啊 注意这个两个小扣子的点啊 右边的高 同样呢 里面也是要找好这个结扣的一个厚度 当我们把握住这两个这个小方扣 也就是在这个牛仔的一条背带裤对吧 牛仔条背带裤也行 小背带裙也行 找好这个它的一个角度 找好它这个扣子 左边低 右边高 由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背带裤的一个样子 这个小背带啊 它整体啊 从肩膀上搭过去 注意 人物肩膀它都是有厚度的 对吧 那人物肩膀有厚度 它必然是要包裹的感觉 那从后往前 左边是一个偏平直的感觉 左边偏平直 左边从左往右走 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穿扎过来 然后呢 在这个扣子下面 把这个带子的一个宽窄变化照出来 那咱们对应着右侧呢 右侧的整个带子墨色稍微重一点点啊 注意带子的墨色都是比较重的 由上往下 整个人物肩膀是倾斜的 对不对 整个人物肩膀是一个倾斜的 由上往下来 同样 把这个角度画出来 那对应着这个肩带 再往下穿插 那左侧被这个袖口所遮掌住 右侧可没有遮挡 大家就要把它画出来 好 那咱们现在呢 把整个人物的这个衣服 也就是背带的部分都已经给它画完了啊 画完了 毛笔再稍微涮一涮 毛笔粘的墨色呢 不要特别重 因为我们要画它这个毛衣了 毛衣的墨色呢 还是比较浅的 是不是 毛衣的墨色比较浅的啊 就是中度偏淡点的墨色就可以 然后我们从肩膀处开始也行 从这个边缘线处开始也行 我们先从肩膀处 整个毛笔是一个扁平的状态啊 整个毛笔 做成这种像小鸭子嘴一样 看一下这个侧面 这是一个正面啊 侧面 这是正面 扁平的感觉 由上往下来 一根淡墨色的线条 由后往前 一根搭着一根 看到吗 一根搭着一根 特别像咱们这个山水画中学习的 这个小解锁孙 是吧 披麻村 都是这种感觉 对吧 一根搭着一根 那同样的一个笔法 从肩膀处开始往下 那从肩膀开始往下 先把这个夜窝 跟整个人物的胳膊结构画出来 夜窝 这个地方是比较紧凑的 对吧 把这块衣服由上往下来 看一下啊 从衣服的点 先画中间 先画中间 往下转 你在不知道要画哪里的开始的时候啊 先去找中间点 这样呢 它就会比较有参考 由上往下来 整个人物的 跨过它这个肩膀点 往下呢 往下呢 就虚过来就可以了啊 不用画的特别往下 不要画的特别满 咱们要讲究画外有镜 是不是 那说到这个意境呢 这个山水啊 花鸟啊 都特别讲究 尤其是山水啊 特别讲究画外的一个意境 在对应着咱们右侧的这个肩膀点画完 我们再看一下左侧 左侧呢 也是有很多这个墨线啊 都从它领口开始的 咱们直接从这个领口开始 由上往下来 来到下面就直接虚出去啊 那对应着这个左侧肩膀 左侧肩膀也是 比较简单概括 由上往下来 就那么几根淡淡的墨线 就可以了啊 左边就用这几根淡淡的墨线 稍微一带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整个咱们画面中啊 人物衣服的这个墨稿的一个体现啊 墨稿的体现 那还有一些脖镜上面 一些结构是不是 脖镜这块呢 就用稍微的这个墨色 略微再重一点点的一个线条就可以了 老师呢 又换回了这个小红毛啊 又换回了这个小红毛 因为这块线条呢 是比较精细的 基本上就两根线 无论的 因为这块线条装这块也不是分成的 那么我们可以给你 这块线条装的 一块线条装 这是处理的 这块线条装 还不是我们在这块线的 和这块线条装 再看 就不得了 对 对 那块线条装 我有一块线条装 都能够 现在 可以 呈 衔 那块下线装 好 这是左侧的这个人物的衣领 衣领的部分 那咱们现在画到这个程度呢 衣服的这个墨线就基本上画完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线稿网上提一提 那看一下人物的这个头发这块啊 头发 那我们上来呢 直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一个分组和它的走向 基本上它扎的这个头发啊 咱们不知道它后面有没有 基本上这个头发呢是一个小丸子头 是吧 叫丸子头 就是从前往后包裹过来 整整的包裹着它的头骨 那我们再去画这个头发的一个走向的时候 那我们再去画这种人物的一个头发的走向的时候 注意都是由后往前 哎 包裹过来 对吗 这一圈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这一圈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再去画这个公笔的时候 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头发分组的一个层次 好 那我们现在先从后往前来 把这个头发一个分组变化找出来 头发的墨色呢可以稍微的让它重一点点啊 头发的墨色稍微重一点点 准备好这个墨色呢稍微重一些 把这个头发的墨色呢表现的稍微重一些 直接给它带出来 一层一层的啊 把这种包裹的感觉 中间呢略微有一点点这种空白缝隙也没有事啊 靠近人物这个额头处啊 靠近人物面颊处这个头发的分组稍微窄一点 远离的地方呢稍微让它宽厚一些 看一下这每一个头发的分组 在画这一组头发的时候 很容易就把这个人物的头给它画大了 就是这个头发的一个 就是你往外画的时候 这个轮廓线是越加越宽越加越宽 所以说这个边缘线一定要找好了啊 就不要再往外扩展了 你也怕扩展不好 你就由外往里 你反正是虚起虚收对不对 掌握好这个方向 你就这样画就可以了啊 不会出现越画越大的一个办法 没有问题啊 咱们算画完这一张 再给大家讲一讲啊 咱们这个人物的发辫 各种发型是不是 那咱们画这个小姑娘的发辫 第二节课 芭蕉德语更欣然就给大家讲了 人物专项第二节课就讲到了发辫 从后往前来 逆风起笔 虚起虚收 要把这种头发往后翻过来的感觉画出来 由后往前 慢慢的交代到画面下边 看一下 这样呢 感觉这个线条还是感觉稍微偏死一点的 是不是啊 因为它这个边线上这块呢 可以再多一点点这个 呃 干笔 干笔在毛笔是散风的情况下 看一下 这个毛笔是比较混乱的啊 笔风是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毛笔上占一些稍微偏中度墨色的这个墨汁 当然笔一定要干一点点啊 再去 复勾一下它这个整个人物头发的一个头发分组啊 线条呀 你在画的时候 然后自然而然它这个边线都变成毛茸茸的一个质感了啊 因为你是用线条进行复钩的 而且你这个线条的这个毛笔的笔触呢 是这种散风状态 最后面这一组由后往前来 从前往前来 注意右侧这个发辫这块啊 右侧这个人物的发界 由这个耳瓶 耳瓶这个眉毛 然后往外转的时候 这块线条 毛笔线条稍微停顿一下啊 稍微停顿一下 你这样画出来的线条是这种 它比较这个 有一种发根的感觉 是吧 那对应着后边呢 再去给它丰富的时候啊 就可以 再加一点点这个 稍微湿一点的这个毛笔的墨色 笔风依然是稍乱的一个状态 不同这个墨色的一个这个线条 在这个头发上出现的时候呢 也会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 好 那咱们对应到这个人物的刘海处啊 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画这个人物的头发 特别像一个小阿哥 是吧 人物的这个发际线呢 特别齐整啊 就像一个小刀子推的一样 像踢刀推了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人物的额头这块 我们需要用一点点这个 偏淡的墨色 把这个人物的额头 并角 给它稍微的增加一些 这个碎发 先从人物的额头开始 由上往下 先从额头开始啊 它整个外轮廓线 就这种 这种稍微感觉 偏蓬松一点就可以了 由额头开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整个头发它中间 也是由中间向两边去生长的啊 不管它是怎么生长 它都是一个 由中间向两边是生长的 你会发现 不同的人他会有玄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发现 头发的一个生长点 就是一般都是从那个玄 开始往外走的 那咱们画这个人物呢 就把它这个玄 默认为整个额头最中间啊 在这些碎发的时候 可以用稍微偏淡一点的墨色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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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它的这个发病 病角 开始啊 人物的这个头发的一个病角 咱们就需要用这些碎发 把这个非常奇整的一个头发边缘线 给它略微给它破坏一下啊 但是呢不要把这个头皮给它吞掉 因为这一块呢 我们后期进行上它的肤色的时候啊 还要给它表现出来呢 左侧的这个碎发 耳臂外缘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对不对 右侧 其次呢 再用一点稍微重一点的墨色 给它增加出来 这个头发的一个层次 有淡的 有重的 这样呢 这个头发看起来非常丰富啊 头发的一个层次非常丰富 你画出来这种钉头鼠尾 而且呢要把这种头发很飘逸 很柔软的一个质感表现出来 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这种东西不够的一个质感表现出来 对啊 其实呢 对啊 要不要再加点 对啊 但是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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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人物的一个头发的边缘线 那咱们现在呢 看一下人物的一个面部 人物面部 我们开始进行人物面部的一个复钩 首先我们笔尖 看一下这个头发啊 非常蓬松的一个质感 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头发的一个生长方向 由中间这个头发的一个生长点 游离往外 而且头发基本上都是遵循着 包裹着这个头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表现完这个头发 还有这个耳边边的这个头发之后啊 找一个中度 中度的墨色啊 注意是中度的墨色 你昨天说了 说我把这个发肌线画高了呀 是吧 说我把发肌线画高了怎么办 那你可以往下用这个头发发辫 再往下走一走 稍微往下挪一点点 你想想 人物的发际线到它的眉毛底部 对不对 然后从眉底到它的一个鼻底 从鼻底到这个下巴 它基本上遵循一比一 但是下巴这块呢 稍微短一点点 好 中度稍微的偏 淡一点点 中度稍微的偏淡一点点 肯定比咱们起形的颜色 稍微重一点点啊 咱们从眼头开始进行复钩啊 从眼头开始进行复钩 眼头的一个 皮脂能画人物画吗 当然可以啊 没有问题 我之前上本科的时候 经常用皮脂画人物画 不过后来我就改了 因为这个皮脂的这个 水分呢是比较好把控的 而且呢特别耐折腾 你就是用刷焦帆水 它就能变成熟轩 你不刷焦帆水 你就能变成升轩 有的时候呢 你这一张纸上面 你想把这个人物的头发 画得水墨淋漓的 对吧 那你就不用刷焦帆水 想把这个人物的脸 画得很宫细 那你就可以专门 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刷子 或者是你不用的毛笔啊 用那个焦帆水 把脸单独去涂出来 那你自己去染脸的时候 脸这一块就是 类似于一种书轩纸了 就可以染得非常细 当然那个时候是 用皮脂比较多 自从画了毕业创作之后呢 老师让用升轩之后啊 感受到这个升轩上 墨色 还有这个颜色 在升轩上的一个感觉 在熟圈 体现在这个皮脂上 它俩的一个质感完全不同 就后来就一律 换成升轩纸了啊 从眼头开始啊 焦帆水往上买啊 往上 从眼头开始 叫什么 宋皇还是什么 那个牌的啊 有对好的焦帆水 从眼头 哎 毛笔的 毛笔笔尖的水分太少了啊 从眼头开始 确定毛笔笔尖水分不要太多 从眼睛 哎呀 这个水分 把这个纸翻过来 从眼球中间往眼头走 我一般话都是从中间开始往两边走啊 然后呢 到眼头 然后从眼球中间往眼尾 整个人物的眼尾 复钩 复线 复钩笔 老师复钩的时候 我可以用血精笔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就是笔尖稍微尖锐一些 老师现在用的这个是小红毛 从眼头到眼尾 整个人物的一个眼尾 注意眼尾这块线条呢 略微粗厚一点 尤其是眼角这块啊 从眼头到眼尾 然后再对应着他这个内眼线啊 这个人物的一个下眼线 从眼头往下走 大致的去勾了一点点 看一下啊 看一下老师的这个线条 从眼头开始啊 稍微的略带一点点 不要勾了那么狠啊 贴近眼球的地方 然后呢 整个人物眼尾处 我们只是半条线半条线的啊 一条小弧线一条小弧线的去勾了啊 不要把它勾画的那么死 好 那画到这个程度 画到这个程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从眼皮往后转 整体的这个眼球的颜色啊 眼球的颜色 眼睛的高光流出来 贴着这个眼皮这块啊 就是眼皮稍微靠下点的 这个眼球部分 这个颜色要压下去 这是一般情况下啊 眼皮是有厚度的 所以呢 它这个高光都会在眼睛 这个眼皮的这个阴影之下 稍微偏下一点点 再往下呢 就用一点点这个干笔 稍微的蹲一下就可以了啊 干笔稍微蹲一下 把这个眼球的一个感觉 流出来 眼球的外形流出来 那稍微的挪动一下啊 挪动一下 看一下咱右侧的这个人物 右侧的这个 左侧的这个人物的眼睛 同学说老师 我一复勾就彻底坏了啊 复勾坏了说明 这个点应该 咱们这个纸 这个基本搞的肯定是干透了啊 复勾坏了 就是你这个毛笔的水分 没把握好 旁边一定要准备好吸水纸啊 即使在旁边 把多余的水分给吸掉 从眼头 也是从眼睛开始 贴近眼球的一个结构 贴近眼球 这个结构 同学问老师 这个黑眼球 跟白眼球的一个比例 是多大呢 黑眼球跟白眼球的一个比例 这怎么跟你讲呢 他的一个位置 大致的占到他一半吧 除去左边眼角的话 大致占到他一半 白眼球是二 黑眼球是一 从眼睛中间开始 往眼头去走 整个人物眼尾线条 稍微画的粗厚一些 黄眼球 同学说老师 你画的这个眼睛的宽度 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看一下 两眼之间的一个距离 就是两个手指的一个宽度 那左侧的这个两个眼睛 看一下 其实它的比例差不多 可能是中间一些线条 眼球会破坏到 它的一个比例宽度 所以你会感觉 中间留的这个空隙 会比较宽 实际上它就是 一个眼睛的一个宽度比例 眼眶上下的这个高度 一个小指尖 看一下 老师的指尖盖 一个指尖 从眼尾往眼头去走 眼尾的这个线条 稍微粗厚一点 然后再对应着看一下眼球 眼球上面留着高光 眼球上面留着高光 预留出来高光的一个位置 毛笔中的水分 尤其是染眼球的地方 这个高光也好 这个染黑色眼球的地方也好 这个毛笔中的水分 一定要提前在这个吸水纸上吸走 不然很容易就把这个颜色 画得特别特别的这个阴 把握不好了 好 这是两个眼球的这个距离和位置 两个眼球的一个距离和位置 都是中间稍微的让它偏右一些 好 画完这两个眼睛 画完这两个眼睛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下眼简线 下眼简线 左侧的一个下眼简线 它也是贴着眼球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这个淡默色 略微带 仔细看一下它这个下眼简线 它是有一个厚度的 对不对 仔细看一下它下眼简线 是有一个厚度的 从下面的一个半的这个小轮廓线 由后往前来 下眼简线的一个厚度 下眼简线的一个厚度 那对应着这个右侧 右侧它下眼简线也是有厚度的 从上往下 就是我们刚才找的这个 人物的一个眼睛的一个眼尾处的一个结构 那同样我们再看一下眼皮 人物的一个双眼皮 双眼皮默色不需要特别重 对吧 从眼头到眼尾 从眼头到眼尾 眼头的距离稍微近一点点 对吧 眼尾的距离呢 稍微远一些啊 稍微宽一点 注意老师用这个墨色呢 这个偏淡一点的墨色去复勾眼睛的时候 也是挑局部啊 不是从头到尾给它就像画眼线一样 拳头全给它画完的啊 所以我给它留那么一点点缝隙 是吧 只挑局部给它染一下就可以了 勾一下就可以了啊 双眼皮 不要让它特别突出 超过这个眼睛的一个 这个 超过它眼线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同样是中度的一个墨色 中度的墨色 我们开始画这个人物的眉毛 人物的眉毛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一根一根的开始画啊 也可以用笔封稍微散一点点 有外往里 看一下啊 有眉头开始 眉头画出来之后 对应着往后走 眉头宽啊 眉头宽 眉毛呢 生长方向一定要确定好 由中间向两边 然后其余的这个眉毛呢 就像刮过大风的这个稻田一样啊 全部都倾倒了 注意它的一个生长规律是吧 咱们每次去画眉毛的时候 都要讲它的一个生长规律 眉头稍微宽厚一些 但是呢 不要画的墨色特别重 眉尾稍细一点点 墨色呢 反而又压下去 右侧画完看一下左侧 右侧画完看一下左侧 也是由外往里看一下 由中间向两边 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它的生长方向是怎么长的 眉头这几根非常重要 把这几根把握住之后啊 再往后就很简单了 对吧 全部都是由站立 往倾倒方向 慢慢发展的 咱们画这个人物呢 基本上属于一个半功半血了啊 明月松金照 下雨画什么来着 清泉时尚流是不是 眉头跟眉尾的这个墨色一定要区分开 眉尾的墨色不够 可以后期再去增加 加重是很容易的啊 你加完重之后 你想把它变淡 这个太难了啊 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它这个顺序和次序 好 那咱们对应着这个人物的这个 五官 咱们再看一下的这个鼻头啊 整个人物的一个鼻子 鼻子 从人物的一个鼻头开始 鼻尖 鼻尖尖尖的是不是啊 鼻尖小尖尖的一个感觉 然后对应着这个小鼻翼 鼻翼呢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小 叮头数位描啊 叮头数位描 但是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鼻尖确定完啊 鼻尖 确定完 这个鼻翼呢 不要过分的去强调它这个墨色啊 因为女孩子啊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强调它的一个鼻翼的一个位置和线条 同样呢 往后 让它往后延伸 延伸到它嘴巴上 嘴巴上 嘴巴上 我们依然是用这个 中度偏淡的一个墨色的一个线条 勾勒它的一个嘴巴的轮廓线 嘴巴 好 整个嘴角 没有把它画出微笑的感觉的 一定要注意你这个嘴巴 嘴唇线跟嘴角的一个位置关系啊 嘴角一定要是上翘的 不上翘你这个微笑的感觉你肯定画不出来啊 还有呢 另外呢 是画这个嘴巴那个下面的轮廓线 非常厚重的一个感觉强调出来 好 对应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嘴巴的一个纯纹 纯纹就是嘴巴上的一个纹路呗 对吧 由上往下来 淡淡的啊 一定要是淡淡的一个墨色啊 淡淡的墨色特别特别淡 你仔细看一下你这个嘴巴 它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生长规律啊 嘴巴裂了 没有这种横着裂的 全部是竖着裂的 这也是跟它的一个生长关系有关 那对应着我们再去找出来 两眼之间的一个距离啊 两眼之间整个人物的一个这个 人中啊 墨色淡淡的啊 整体嘴巴 嘴巴跟下巴中间的一个小唇二钩 稍微的一表现 那往上对应着人物的一个眼角 眼角往里 那眼角再往里找出来这个人物的眼睛 跟这个鼻梁的一个分割线 是吧 好的 那咱们现在找出来这个结构线之后 找出来这个结构线之后就可以了啊 那咱们现在这个人物的一个末稿的部分就全部完成了啊 人物的一个末稿的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好 关于咱们今天这个案例 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同学们可以抓紧时间去问一下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例 还有呢就是同学们如果在课下 想自己再画一遍的啊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案例的一个尺寸 可以稍大一点点对不对 不用画的这么小啊 可以稍大一些 老师说同学说老师我画的这个人物啊 眼神有点忧伤 眼神有点忧伤的话就看一下他的嘴巴 能不能用嘴巴去弥补一下啊 同学说老师你能不能把手部放大一下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可以把手部放大一点 感觉这个头发有点发疯 这个头发没画好的话 肯定是你这个外形上面啊 没有当时找形找的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 在去画这个头发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他这个外面的轮廓线啊 再去找一下他这个外面的一个轮廓线 有同学说老师我看这个袖子怎么 看都像是一个手帕 不是啊 他是一个毛衣的一个袖口就跟老师穿的这个毛衣似的 他有这种一根一根的编织的感觉啊 一根一根编织的感觉 同学说老师我这个眼睛画小了 眼睛画小的同学 那可以在课下的时候再画一张 对吧 可以再画稍微偏大一点点啊 把你的画让他缩小起来 放远处看一看 你看你画的是不是个少女 对不对 这种偏向于少女的一个面部造型 人物也是在面部横中线稍微靠下一点的 对不对 相对于这个成年人啊 他这个五官还是比较集中的啊 但是也不能把它画得特别小特别小 同学问到 小姚林同学问到 老师其他人物脸部的横线怎么定啊 是不是没毛线 这个基本上我们在去定人物面部的横线的时候 都是去找眼睛的线条 因为成年人的话 眼睛就差不多是面部横中线的一个位置了 耳朵画完了吗 是的耳朵画完了啊 右侧的耳朵就流出这么一点点小耳垂 左侧呢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造型 当然 他前面会有一些头发 这档啊 看一下 咱再去给他增加一点点头发啊 上面会有一点点头发 看一下啊 咱们会有给他增加出来一些头发 给他让他更丰富一些 嗯 好了 对 把这个头发给他画出来 有同学说老师 指是三个手指吗 没错 在这个角度下是三个手指啊 但是在他这一块露出来的是 另外一个手指跟手掌的一个分隔线啊 那同学说老师 我画的这个人物发肌线啊 画的有点太高了 那这个鼻底啊 又画的太低了 如果发肌线画的高的话 你还可以调整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头发的分隔线往下落一落 对不对 刘海呢往下让他长一长啊 可以这样修改 但是如果你的鼻底太往下的话 那肯定是你中庭画长了啊 那你可能 要么再去画一张 要么呢再去看一下 你那个画稿还能不能再去调整 同学说老师 我拿 随手拿了一张纸 感觉挺方的 但是画完之后 发现是长方形的啊 随手拿纸的同学 肯定这个造型是没问题 是吧 不用折格子 直接动手画啊 还是非常棒的 夏天下雨 同学说老师 我画的这个岁数有点大了 是吧 那可能是你这个五官 稍微有点距离远了啊 燕南飞 南飞燕 我老师念错你的名字啊 南飞燕 同学说 老师离开各种方框 就不会画了 怎么办 其实呢 这也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 怎么说 特别严重的一个事情啊 那咱们在画花鸟的时候 在画山水的时候 都可以依照这个方框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很多这个横线 这种线条 到最后呢 就直接用一条 直接用直线去表现就可以了啊 看一下 从左边来一条直线 你把你画面中的一个16格子线 给它改了 改成一个画面的一个 树中线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线条 包括到现在 我们再去画一些这个 嗯 创作的时候也好 写生的时候也好 都是用这个 基本上是一个十字交割线 去找它的啊 南飞燕 同学可以借鉴一下 慢慢的把你的格子数变小 也是可以的哦 小姚灵同学说 老师脸部横线 是眼睛线 那怎么定呢 其他人物的 那看一下 其他人物的 成年人 脸部 也就是眼睛的一个轮廓线 基本上在整个头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回吧 就是从上往下 整个一半啊 就眼睛的一个横线线 这就是面部横线的位置 那 有同学说 老师 那这个人物年龄 稍微偏小一点呢 偏小点 那你眼睛稍微往下降 那这个面部横线线 就不能走这了 就在中间 稍微靠下一点点 稍微靠下一点点 那年龄更小呢 再靠下一点点 知道吧 这也是根据我们第二节课 根据不同年龄段 这个人物的物观 位置分布啊 看一下咱们第二节课的 一个课图稿啊 课图稿 那个课图稿的一个讲解 有个同学说 老师 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发辫 没有问题啊 有个同学说 老师 我画这个嘴巴总是歪 嘴巴歪的话 先确定好 你这个嘴巴的一个 这个纸太太皱了 找个好纸 四分之三是什么位置 没听懂 你说的四分之三是什么意思 先去看一下这个 小姚玲同学 哎不是 这个谁呢 茉莉 茉莉同学 嘴巴总是歪 画歪嘴巴 你要确定好嘴巴的一个纯中线 然后呢再确定好这个人物的一个 两个嘴角 这两个是关键啊 你把这两个嘴角确定完之后 如果一高一低 中间一个小嘴巴 它肯定会有一些歪的倾向 你看如果这样定呢 你看你这个线条 谁脸它都是一个 稍微偏歪的一个感觉啊 对吧 找出来它的一个厚度 对不对 堆着它一个比例再去找啊 好 那再往下去看一下这个 诗同学问的发辫 发辫呢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这个交织的感觉 如果你要画这种 民国的一个少女 对不对 民国少女啊 它的一个发辫 是左右的 一组 两组 然后从上往下 看了吗 每一个笔触抱着每一个笔触 都是就像就像盖房子一样 雷瓦片一样 由上往下来 哎 包裹过来 看一下 衔接到最下缘 哎 这就是一个发辫的一个表现 画到这个程度之后 咱们再去给它找一个小发绳 表现小发绳 哎 有同学说 老师 我这个发辫会画 是不是 哎 那我这个尾巴上怎么画呢 看一下 小发尾怎么画 整个发辫 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大家把握好 这样的一个造型方向 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个线条 互销 包裹的感觉 然后呢 发尾 看一下 实起已虚收 对不对 这不就是发尾了吗 黑黑的发辫 哦 诗同学 你会画了吗 这是人物发辫的一个表达啊 有同学说 老师 我这个下巴总画不好 你在画下巴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了啊 切着这个人物的一个比例 人物的一个嘴巴也好 对不对 然后整个人物下巴轮廓线 找完一个点 基本上就是这个人物的一个下巴的一个分割点 从下边找 找个点 然后呢 从左往右 下巴尖这块 找完这个小线条 然后由上往下来 哎 下颌骨 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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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里收 整个人物下巴 画圆一点 其实呢 落到这个 每一个案例上面啊 落到每一个案例上 它基本上就是一根线 给你盖回下来 就是这样的 从耳朵 往下转 下颗骨 稍方 哎 稍微收一点点 哎 下巴再往里收 下巴再往里收 基本上呢 注意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这三个点 一个是往外突出来的 突出来的线条是下颌骨 往里走的一个线条呢 是这个下颌骨跟中间的这个 整个下牙床这一块 你摸一摸啊 整个下巴这一块 下巴往后 这个呢 是下巴的一个下颌点 下颌点是往外突出的 这个线条是一个 高低起伏的一个变化 有同学说 老师你把这个嘴巴给我画完吧 看一下啊 嘴巴 上嘴唇 基本上是一个M型 下嘴唇是一个 躺倒的一个C 看一下啊 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比例和变化 把握出来 这两个一个字母的一个造型 嘴巴的一个上唇 从上往下来 嘴巴上唇的一个结构线 是不是 那下唇呢 相对来说会让它偏的 下唇相对来说会让它更宽一点点 是不是 下唇稍微宽一点点 油上往下来 下唇一般会厚一点点 对吧 这是嘴巴的一个轮廓线啊 先画个小笑脸 确定嘴巴的一个造型是吧 一般情况下 咱们画上嘴唇的时候啊 不会画的特别薄 那也有稍微偏传统一点的 整个人物的一个小嘴唇 下嘴唇画的特别的圆 特别圆 那这种嘴一般都是偏向于这个传统里的嘴的 非常传统的 这就可不上色了啊 面部脸颊凹陷这一块 那对 没错就是咬肌和下巴给它吐出 给它顶出来了啊 有个学生说老师 你教一下这个眼睫毛吧 从眼头到眼尾 这样一个造型 对不对 整个人物的一个眼睫毛 眼睫毛怎么画 从眼睛一般情况下 我们再去画眼睛的时候 在画眼睛的时候 尤其是眼睫毛 从眼球 眼球中间开始 越往外呢 这个眼睫毛越长 对不对 有一个这种感觉 由头往外 完了 今天这是五官要给大家示范完是吧 看一下咱课程回放啊 看一下咱们课程回放啊 五官在这个 嗯 叫什么来着 洛神那一节课啊 洛神那一节课 关于五官讲得非常细 正面的侧面的 四分之三的 纯正的都讲了啊 咱们这节课不画眼睫毛 而且呢 不建议大家画眼睫毛啊 很容易画刺 很容易画刺 看一下这是眼睛的一个 眼睫毛的一个方向 都是从下往外走 然后呢 这个结构是从上 往下走 这是一个钉头数尾描啊 大家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钉头 哎 数尾描 哎 这个不好看 钉头 数尾描啊 注意把握这个变化 对 就是因为 就是下午一定要预习啊 不画也要看一看啊 好的 同学们也晚安了啊 同学们也辛苦了 老师切换一下镜头咯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案例 刚才我看到好多同学 老师说 老师再画画眼吧 再画画鼻子吧 再画画眼睫毛啊 还有同学在画画手啊 结构是 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 上面一些结构 就这些结构 对不对 关于手啊 手也是一个手指捧着脸的一个结构 那关于这个手的一个内部结构 手指头 它的一个骨骼 肌肉啊 还有它的一个生状方向 以及手的一个指节 我们在岳飞里 已经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同学们千万不要觉得 这节课我听完了 哎 我听懂了 我在画 我就已经把这东西全部都消化了 千万不要这样啊 一定要再反过头来看一看咱们前面的这个课程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要设置这个课程回放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同学们也要及时的看一下咱们这个课程回放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 温故而知心可以为师以义 对不对 好 那看一下 今天呢 咱们主要画了这个案例的一个末稿的部分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 不要忘记提交作业 咱们今天这个作业呢 就是一个纯末稿的一个部分 下节课我们针对一个面部的情况 针对面部情况来决定 要不要再进行复钩啊 就是面部的一个颜色呀 手啊 是吧 都要进行复钩 到时候 也会给同学们 在集中的给大家拓展一下这个色彩知识 中国 画中的色彩 不仅仅是中国人物画中的色彩 对吧 中国画的一个色彩演变 还有呢 当今非常流行的一些这个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到时候挨个给大家去拓展 到时候随时有问题 随时在弹幕中去问一下老师 好不好 好的 最后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交作业哦 咱们今天的这个课就结束了 感谢同学们倾听 同学们再见 辛苦了 拜拜